用煎烂掉的过程 有 老公又没说什么 当然不敢说什么了 一边哭一边吃那条烂鱼 这算是我们算上鱼 算上啤酒这一顿 也就是在十块钱左右 差不多吧 对 所以这个价格应该是很亲切的 很多朋友应该都可以接受 好 下面一顿也煎熟了 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添啤酒了 哇 今天啤酒咱们就让它当水用 对啊 但是它炖出来的跟水的味道 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因为啤酒是被我们称作液体面包 里面含有很多的营养素 如果你只是直接去喝的话 过量当然不好 但是只是取适量的来做菜的话 就显得很特别了这道菜 因为啤酒当中的啤酒酵母 在整道菜当中煮制的时候 会让这个肉质更加的鲜嫩 好 啤酒添进去之后 咱们就准备好的这个大的葱段 今天放的是香葱 如果在家也可以放那种大葱 也可以都切成那个段 其实有点像五香鱼这样看来 只是里面我们换做了啤酒之后 整道味道都不一样了 会更鲜了 对不对 对 好 盖上锅盖 大火五分钟 然后调小火 再五分钟就可以了 就是煮沸腾 大火五分钟 然后调小火 再五分钟 对 好 十分钟的等待时间 十分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那现在鱼究竟焖成什么样了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是这种沸腾的状态 就是你即便灌了小火 它也是这样 因为里面的温度够 好香啊 李沈 非常香 就这个时候快起锅的时候 咱们要放一点鸡精下去 起锅前再放鸡精 就起锅前的时候 你可以尝一尝 哪个味道不足 就加一点就行了 因为本身咱们腌鱼的时候 里面已经放了那个盐 如果你要觉得那个汤汁 还是唯有点淡的话 你又可以适当地加一点盐 如果你觉得口味可以了 也就可以了 好吃的啤酒鱼 可以端上三桌了 就在炖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啤酒真的很奇怪 它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你喝的时候 只是能喝出那个鲜汤的味道 一定猜不出它是啤酒炖的 对 啤酒在经过高温的时候 它就在沸腾的那一场 它的酒精含量已经化为零 就有一些那个酒精过敏的人 也可以吃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小朋友也可以吃吗 也可以啊 好 非常快速 这道啤酒鱼就完成了 是今天全职妈妈李称 带给我们的 再次谢谢李称 这会带着大家再来回顾一下 啤酒鱼究竟是怎样做的 今天要做的啤酒鱼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草鱼 啤酒 芹菜 生姜 八角和干辣椒 调料也非常简单 一些花椒 五香粉和盐就可以了 赶快来看看李称究竟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草鱼切成块 加入五香粉 盐 鸡精 搅拌均匀后腌制30分钟 将切成片 干辣椒 葱 香菜 切成段备用 起锅热油 加入花椒 八角 干辣椒 爆香 把鱼块放入锅中煎制 接着加入啤酒 姜片和葱段 大火焖煮五分钟 改小火再焖煮五分钟 出锅前调入少许的盐 最后摆上一些香菜即可 健康小提示 草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对血液循环有利 使心血管病人良好的食物 含有丰富的锡元素 经常食用的话 有抗衰老养颜的功效 而且对肿瘤也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对于身体瘦弱 食欲不振的人来说 草鱼肉嫩而不腻 可以开胃滋补 生活小常识 八九不离时 巧除领带上的皱纹 打皱了的领带 不用熨斗烫 也能变得既平整又漂亮 只要把领带卷在啤酒瓶上 第二天再用的时候 原来的皱纹就消失了 好 咱们最后就是上桌之前 准备一些香菜放进去 就爱吃香菜的 就把加上一些的话 如果不爱吃也可以省略掉 你可以自己来搭配了 非常的好吃 一定要在家里面试试看了 我觉得其实都没有什么步骤 要交代大家的 很简单 主要就是煎鱼部分 不要乱翻 对 就可以 就这样了吗 好有技术含量的一道菜 希望每个朋友在家里面 都可以吃到非常鲜美的啤酒鱼 谢谢李秀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明天终于时间 时来运转 我们再见 拜拜 鲜嫩的豆腐 永远能在餐桌上 找到它的一席之地 明天远远带您一起 妙手百搭 来给豆腐找个伴吧